时间大学在校内特别张贴了交换学生说明会的海报 不过现在传出陆生来台线缩的消息 也引发校方高度关注 两岸学生交流校方积极办理活动 紧接着就是暑假短期夏令营 以往大陆江西某所大学都会有20到30位学生来台参访 但到现在6月初都还没有收到陆方报名的通知 真的有这样的影响的话 感觉就是对双方都是一个小小的损失 交换这件事情可以让两岸的青年就互相彼此了解 大四即将毕业的大陆交换学生洪同学 表示身边的陆籍生并没有收到大陆官方的讯息 但目前要短期就读的陆生 最怕的就是拿不到大陆国台办的批准 大陆的单位有要发那个赴台就学证明 才可以办长期的赴台签证 另外也传出文化大学来台陆生的暑期营梅夏文 以招收陆生最多的世新大学来看 光是短期陆生每年就可进账一亿四千万元 比教育部给的经费八千五百万元还要多 世新大学指出目前包括江西吉林和山西省都传出下学期会减少来台的交流声 我们不希望两岸的交流 民间的交流 文化学术的交流 因此而逗退路 多事情都需要透过沟通跟对话 那么一起来维持现状 以教育部统计一百零四学年 大约有七千位陆生在台读学位 短期就读人数更超过三万人 如果大陆暂停路声来台 对国内已经饱受少子化冲击的大学来说 恐大受影响 记者翁骑兵李文科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